下午一點多太陽好毒辣 就在高雄市的三多路上 機車騎士也受不了了 一整群停在樹蔭底下 看看距離前面紅綠燈 其實還有十幾公尺遠 真的很熱 現在才5月還沒6月 真的很熱 如果有車的話 下面就不會我來 只是這樣一來 不只是停在紅線區上 還霸佔了斑馬線 網路上就有機車騎士拍下 在中華九如的十字路口停等紅燈 但左右都沒人 往後看 大家都離得遠遠的 讓騎士自嘲 一定是自己長太醜了 不然大家怎麼都離這麼遠 實際到現場直擊 果然大家都躲在樹蔭下 還分兩邊 一群躲在黃色汽車後方 一群則停在分隔島旁 相較之下 乖乖停在機車閣的騎士們 沒有陰影 可以這頂著烈日當頭 表情有點悶 有沒有覺得自己在這邊 變變暈化 有啊 被孤立這樣子 蠻危險的 不好反應的 有網友認為南部太陽太熱情 因此也算是高雄獨有等紅燈法 儘管看來爆笑 但大群機車擋在中間 去也很危險 萬一有其他車輛反應不及 就會像打保鯉球般撞下去 明明停等線就是在這裡 但是可以看到 我手指的地方 有很多的機車騎士 為了躲太陽 紛紛躲在樹蔭底下 但是其實這樣子 可是會持罰單 依照法規 在不該臨時停車的地方停車 可以罰300到600元 如果是騎上人行道 罰更重600到1800元 加上現在檢舉達人多 機車騎士停紅燈躲太陽的同時 除了考慮自身安危 也要小心是不是被拍照檢舉了 記者吳郭甄杜高雄報導